GOO CHOICE 哈囉 哈囉 真的要轉一圈 因為今天難得穿紗裙就會很想要 而且你剛剛說了這個車是法 就是法國品牌 所以呢就是今天穿的要浪漫一點點啊 是是是 因為大家想到法國一定會想到 設計之都 對 很多的名牌都是在那邊 時尚啊也都是在那邊 你有去過嗎 我還沒有去過 我也沒去過 真的 希望哪一天購車去 真的可以有機會到法國去 真的 有機會嗎 我是沒有到巴黎的 但是法國我有去過 我有去過就是試車的時候 喔好好喔 不過我那時候是去南霸 對去南霸 喔我之前是好像是去 浩金地中海 喔不錯耶 對 地中海那裡 希望購車去真的有機會 我們可以去法國 如果那時候來法國的話 也可以來個現場就直擊對不對 對啊現場直播多好啊 你直接在飛機上就直播了 你直接在飛機上就直播了 不行我應該被抓走 對齁 對齁 忘記了 好 哈囉 哈囉 是龍哥 龍哥五安 好今天呢 我們就是來跟各位介紹我身後這一部 那個 配色非常亮眼的 Citron的C5 Aircross 那其實C5 Aircross 其實它已經在國內呢 已經展開預售 它的預售價呢 是138.8萬元期 分成三個版本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版本 是入門的Fill版本 還有Shine跟Shine products 這兩個版本 基本上它有三個版本 那入門價呢 是138.8萬元的預購價 開始 好我們來看看Citron 其實國內消費者 說不定對於Citron這個品牌 比較陌生 那其實它在全球 其實已經超過100年的一個品牌 所以它的發展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久 那其實新世代的Citron 它在外型上面 其實不容錯認 為什麼呢 它整個 它把一些鍍鉻的飾條啊 從頭燈那邊就開始一直延伸 到引擎蓋中間 再一直延伸到 我們另外一邊的頭燈上面來 所以它把整個這樣勾勒出來之後 順便把它的LOGO的一個 等於是從LOGO開始 設計開始往旁邊延伸 但是它那個你車頭的視覺 感覺更加的開闊之外呢 對 分離式頭燈呢 也讓它覺得非常有設計感 對 然後呢 因為是 它算是一個休旅車的一個定位 所以它該有的一些 休旅車應該有的元素 它也不會少 比如說 有一些下面的氣壩 或者是防刮材質 而且它把這個地方呢 有點像進氣壩的這個地方呢 它把它做出不一樣的一個配色 那其實它應該說SIME AirClose 它其實有其他的配色可以讓你選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兩個 這兩個框 最下氣壩這兩個框 左右側氣壩這兩個框 還有你的車頂行李架下面 那一個鋁 這一個 銀色的這個框呢 它其實也可以選配跟前面一樣的顏色 這個 然後還有這邊 我們前面車側這裡 這一個框呢 它也可以選 對 也可以選其他的車色 不過你也不 我覺得法國人設計真的是非常講究 而且它也是有一些它自己的堅實 所以說比如說你是紅車 你想要配綠色的框 它不給你配 因為它覺得太醜了 我懂 因為 我懂 因為他們是講求美 講求時尚的 對 但是如果白車你想要配紅框是OK的 對 因為白色百搭啊 對 白色百搭 對 可能黑色想要配紅框可能也是OK的 對 沒想到他們這麼堅持 很堅持 這個是很堅持的 好 那其實如果我們今天因為試駕的是 必有的入門版本 是 如果是 Shine以及Shine Primus上面以上的版本 它這邊是搭載矩陣式的4LED的車型 那我們現在目前入門車型 它搭載入宿的一個頭燈 那基本上照射的範圍呢 也是 照射的那個辨識度呢 都是非常的好 然後上面這兩邊呢 就是這一條呢 就是那個 它的日行燈 嗯 還有它的方向燈 都是擠的在這裡 喔 在這邊 喔 很有設計感 對 這個配色我其實非常喜歡 這個叫做什麼紅 它叫閃燕紅 閃燕紅 叫閃燕紅 我覺得這個紅還滿好看的 還滿好看的 我覺得又有點辣椒 辣椒紅的感覺 對不對 然後呢它還有非常厲害的 就是所謂的 PHC的磨毯式的抑壓懸吊 這個懸吊呢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可以讓你在各種不同的路況 睡時路也好 顛簸路面也好 感覺都像如屢平地這樣的順暢 這樣的舒服 喔 是喔因為我們正常坐 就是 休旅車 休旅車 有時候其實都會比較晃一點點 對 會比較晃一點 而且坐在後座的人 對 所以它基本上它用這個抑壓懸吊的一些 特殊的一些設計 比如說多管的一些油路啊 然後多應該說雙阻尼的一些設定 然後讓整個路面 輪胎跟路面的一個緩衝呢 把它吸收掉 所以你車內的成員呢 坐起來就不會這麼的不舒服 就晃來晃去 就會變得舒服 就很舒服 舒適 好那我們看車車的部分呢 因為因應SUV的車格定位喔 它其實包含這些防刮材質呢 當然也都有的 然後我現在看到的是 它是配置米其林的Premacy 3ST的 235 55 18的圈胎配置 然後旅圈也是雙色切削的一個設計喔 其實我個人覺得休旅車 常常啊 常常會配到60 60或65以上的這個扁平比的設計 它配55 其實已經偏向一般的轎車的設定 那為什麼它 在休旅車上面敢這樣子設定 又不影響車內的一個舒適性呢 那就是歸功於它那個魔毯式的 魔毯式 抑壓懸吊的功勞了 魔毯式抑壓懸吊 那當然應該說 Aircraft其實這台車型 它之前在推出概念車的時候 它就有這個所謂的Airbound 有一點防撞的這個機制 它就是會讓你吸收一下 因為它有一點像是膠囊的那種感覺 空隙膠囊的感覺 它可以吸收一下側面來的撞擊 然後進而保護到 車內的乘客 所以它是以那種安全 舒適為出發點的這個SUV 其實一點也不為過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下面這個 那個短刮材質的設計 都是以像這樣子的來鋪陳的 好車側方面呢 它也用了 上下用懸浮式車頂的一個概念 你看A柱還是C柱都是用 黑色的這樣鋼琴烤漆界面來處理 所以它會覺得 你看到車色看起來 它雖然是在休旅車 可是你會覺得它好像滿有時尚感的 對 加上這個配色 對不對 非常的吸睛 時尚設計 對 其實非常的吸睛 它其實尾燈的部分呢 也是他們車系裡面 非常招牌的一個辨識的一個特徵 你想想看 它就是 這樣四個圓圈 四個 而且它是立體的喔 對 它不是平面的 所以你在晚上的辨識度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 你會覺得這四個尾燈 看起來都是立體的嗎 對耶 其實這樣看就 這樣看就很清楚了 對 它是整個凸出來 它是整塊的喔 整塊的也有一滴喔 所以你會看起來 光線的分布也非常的均勻 這樣晚上大家在看的時候 其實也會比較清楚啦 對 會比較清楚 好 然後車尾這邊呢 就是大型他們自己的 Zitron的這個Logo 它也用這樣子的一個配色 我覺得也非常棒 真的很好看耶 對啦 真的很好看 黑色配紅色 嗯 然後它其實很像它連 對 它的邊是用銀色 對 它有入客的一個材質 來做一個設計 好 那我們看一下 車尾的行李箱空間 其實滿深的耶 其實真的滿深 滿大的耶 當然 我就覺得它的 因為它的車寬喔 其實還不算太窄喔 嗯 對 它整個車型的設定呢 你看它車長是4米5 車寬是1859mm 車高是1692mm 嗯 軸距有2730mm 好 所以它整個 我個人覺得它這樣 對我這種身高而言 其實 對不對 上下的車還滿方便 對啊 其實 上下的物品還滿方便的 對 對啊 而且它後面空間 其實真的算滿大的 我覺得它的開口 對 我覺得它的開口我很喜歡耶 就是它的開口很方正又寬 對 所以你真的想要上下行李的話 其實是滿方便的 嗯 當然後面這邊呢也有它的 欸 這邊還有備胎耶 有備胎耶 對啊 現在確實比較少 車子它會設計一個備胎在這邊 真的 對 所以它有備胎 我個人覺得 現在雖然說大家都是 講求輕量化 然後用補胎劑什麼的 但是我現在遇過非常多的人 就是不會用補胎劑 它還是寧願就是備胎我就是拆下來了 然後裝上去啊我就可以走了 對 那可能備胎你可能要插進去補啊什麼 又補的不好 還需要時間 對 所以我個人覺得現在保留備胎是一個 還滿好 滿務實的一個設計喔 對 那這邊當然也有一些 而且它把備胎放在這下面 就也不佔空間 對啊 對 所以我覺得還OK 而且它其實備胎下面還可以放很多東西 對 它這個也是可以下層好不好 尾左問說這是七人座嗎 可以 這是五人座 可以耶 它還可以下層的耶 我們讓你看一下 像 如果你覺得備胎站空間 它其實把備胎站空間又騰出來了 對 所以它這邊還有一點點的空間 你看 大概還有一半手機的這個高度 空間 對 所以你如果你想要再深一點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的把它放下去 我想說 現在的設計真的是很周到 真的 然後這樣就平整化了 對 對不對 所以你也可以像這樣子 其實一手拉起來 這樣就滑進去了 稍微 對 這樣就滑進去了 就可以 這樣子 更深就可以放更多東西了 對 好 然後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看 裡面的部分 這個 好 外面有點熱 我還是 把它發一下 當然它的隔音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的座椅超舒服的 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當然其實這個座椅呢 我個人覺得 這個 因為畢竟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CU的AirCross 它其實是以一個家 家為出發點 家為出發點 的一個舒適型的SUV 所以它第一個 它在座椅的 乘坐舒適上面呢 連座椅喔 都是以 像我們家裡那種沙發的結構 沙發的概念 下去設計的 因為它要讓你 就是坐進來 有點像坐在家裡面 沙發的舒適的感覺 對 所以我第一個做起來 它的泡棉的軟硬度 非常的棒 因為它不會像 我們一般傳統認知的SUV 就是 稍微有點硬 Q一點 的話呢 那你坐起來 雖然說你感覺 路感好像比較好 可是呢 你就是容易 長途行駛 容易不舒服 那其實 C5AirCross 它就是要讓 這個座椅的設計呢 你坐起來 有點紓壓的感覺 對 有點紓壓的感覺 雖然說它沒有按摩座椅 不過它也盡量的達到 符合人體工學 然後包含你的屁股這邊 左坐點 背部這邊的支撐性呢 其實也非常好 都非常的好 坐起來好舒服的感覺 而且它這邊這個設計 那個屁股那個包覆 包覆也很舒服吧 對啊 其實這個真的很舒服 然後呢 是以 那個所謂的半布半皮的一個設計 就是 當然半布的設計呢 織布的設計 或是 布質料的椅子的設計 就是可以 防熱又防寒 對 夏天坐不會很燙 冬天坐也不會很冰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地方 而且剛剛也說了 它的座椅的配色也是很特別的 對 還有裡面還有紅色的 對啊 座椅配色 就像 有點像跟我們車色 有點相呼應 有沒有 它只有 都是橘色的 橘紅色的感覺 車縫線呢 也是有橘紅橘紅 等一下我們還可以看到 跟大家報告 座椅的一個貼心的地方 我們先來看看車內的部分 好 我們看看車內的那邊飾板 它也有所謂像這樣子的 有一點烙印的這種感覺 就是無印外觀的 Airphone這個設計 然後我現在把手這邊是用皮革的 這邊還有霧面的金屬飾板 就是有點防 就是霧面金屬飾板 當然是好看之外 還可以防刮 然後又搭配上鋼琴烤漆的這個介面 所以我覺得 把手這邊也是有霧面設計的這個質感 我覺得它們的設計真的是非常的細心 你可以看到細節的部分 質感其實都有做到位 所以我剛剛講說 以138.8萬的預售售價 我們再看看 慢慢來感受一下C5 Airclose的質感 好 現在看到車內呢 冷氣出風口 全部都是鋼琴烤漆介面 之外呢 都還有搭上銀色的一個飾框 是不是大家覺得科技感會好上一些 對不對 就是要讓你整個車內的質感 有一點共通性的感覺 當然我們相信設計再怎麼懷疑 也不會有人去懷疑法國的設計 對 巴黎的設計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這就是它們用心的地方 對 它們就是設想的非常的走到 它們全面性整體性它也可能 比如說像我這個螢幕 它也是有一個銀框把它框起來 當然科技感也是有的 現在主流的 現在比較高端的一些車型 它都所謂的液晶儀表 那這液晶儀表的設計呢 它就是可以讓你去設定你想要看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 你想要看一些儀表顯示或者是駕駛 它就可以幫你更換 而且它是動畫的 有沒有 它就變成更換成中央的變成時速了 那如果你想要看有一些輔助的功能的話 它就會再幫你又換成一台車在前面 大家看到這邊有一台車 前面又有一台車就是說 這台車有ACC了 沒錯 Z5 Aircross它也是有搭載先進的 A-DAS的一個駕駛輔助系統 包含ACC這些車道偏移警示 車道偏移輔助 還有自動煞車它都有 自動煞車輔助它都有 而且它還有一個所謂的 我們的時速道路限速的一個提示 這也對我們開車而言 有時候你瞄一下這個道路的時速 你就比較不容易超速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開車 就是要出門郊遊 帶家庭帶小孩出去玩 那你就 我知道在你人生地 路況比較不熟的地方 或跑到外地去旅遊的話 它可以做一個提醒 對它可以把道路做一個提醒 這樣你就比較不容易超速 超速 如果超速的話 被拍照可能就會影響出遊的心情 出遊的心情 對 這個中央的大型的一個觸控的螢幕 對 那它也一樣呢 跟我們現在的車一樣 它都把大部分的一個按鍵呢 都大幅的減少 都減化了許多 所以這邊全部都是觸控的喔 這都不是實體的按鍵 好 現在你幫我按按按按對不對 對 好 這邊是 連冷氣也是用 然後駕駛座的 對 駕駛座的 對 然後這邊是出風的位置 對 往上吹 往前吹 往下吹 然後加減對不對 對 好 然後歐洲車其實還有一個 因為畢竟我們是屬於亞樂的代國家 歐洲車都喜歡做一個ACMAX 就是把壓縮計的功率放到最大 讓整個車式的冷房效果 可以快速的達到你想要的溫度 就是歐洲車有時候都會有這個ACMAX的設計 然後當然它還有導航 但目前我們這台車還沒有配備 但是可以升級的啦 那車輛的設定它也是有的 所以你可以包含它 它有智慧型遠鏡頭燈 然後注射雷達 然後審訊機控制這些都有 然後車輛設定部分呢 我剛剛講到的 比如說安全 你看主動插 ASB主動插的輔助 它可以讓你去開關 有沒有速率掃描辨識 就是所謂道路辨識的那個 交通號制這個辨識 駕駛注意力警示 盲點偵測這些都有喔 對這些都有 都非常非常的棒 對 好 再來我們的視線往下 這邊就是一些基本的一些 所以我個人覺得它的整個按鍵 已經大幅的減少了 你不會坐上車之後 還要去習慣它那些什麼 而且它操控起來也簡單 對 操控起來直覺也簡單 因為現在我們畢竟 智慧型手機這麼的普遍嘛 然後它當然還有駕駛模式給選擇 你想要開的比較節能一點 你就把echo給按下去 然後你就可以 它換檔的邏輯啊 引擎的出力啊 都會以比較節能的方式來呈現 那SPORT呢當然就是運動化的一個設計 運動的 對 那它還是就會一樣 換檔可能快一點 它已經出力可能敏捷一點 讓你想要怎麼樣開 體驗一下操控的感受呢 也可以以來體驗一下 都可以讓你選擇 其實滿特別的是 我覺得它這個排檔做的事情 對 因為它怎麼是跟我們一般 對一般不太一樣 對 其實有點像那種飛機 那個操控感 對 其實你這樣還滿就熟的 我個人覺得一樣 我們這樣放起來還滿就熟的 因為這邊又有一個手 可以靠中央的一個扶手嘛 所以你可以靠住 你這樣我覺得還滿就熟的 它是這樣上下的 就是比如說像你要 退就是這樣 然後你要N 開就是這樣 然後P檔就直接按下去就好 對 基本上你要把這個按住 它有一個節 它有一個釋放 嗯 這樣子就是可以倒退了 哦 然後N檔 然後再按下去去D檔 它有指示燈耶 我覺得這個 這真的很棒耶 對 P檔 那這個就是手排模式的按鍵 你按下去就可以 可以看到方向盤這邊 是不是有個撥片呢 加減加減這邊就可以使用 對 它的撥片比較特別的是 它不是隨著方向盤轉動的 其實正統的撥片 我之前去開過一些 比如說Lambodini 一些比較超跑去賽道開的時候 它們的撥片都是做在方向基柱上面 因為它 因為你在轉彎的時候 其實你不應該去操縱撥片 你就是不管你在進退檔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在入彎或出彎前 就把檔位給換好 然後你再開始轉彎 比如說你想要 你現在有個左彎你要進 你應該要先退好之後 你再轉 我覺得這樣的機構是對的 這樣的設計 設計在方向基柱上面 換擋撥片設計在方向基柱上面 其實是這個 這個設計是對的 好再來就是 然後這個都是可以插USB嗎 然後還有點燃器的這個配置 然後這邊是自備架 而且你有看到自備架這邊有燈嗎 這邊有光 對 晚上的時候 所以你不會邊開車邊找飲料在哪 你大概就會知道 原來飲料在這邊 就知道在這裡 有一個一個余光 這邊是可以讓大家放 放小東西 放手機應該也是可以 對 放手機可以 好 你手機再大我覺得都放得下去 對 對 所以置物空間其實很好 手機可以 手機一定可以 你6吋的手機應該也是可以放得下 其實這是很方便的 很深耶 這個很深耶 對啊 我整隻手可以進去 好 這是他們的一個 置物空間的這樣設計 對 很棒 有時候可能 家裡的女主人可能要放一些 化妝品在裡面 也都OK 對不對 然後這邊中央的一個扶手 欸 這也好深喔 而且你手伸進去 欸 有冷氣 對 超貼心的 好冰涼的保礦力喔 超貼心的 超貼心的 它裡面真的是有風耶 它裡面 欸 好深喔 對 它等於其實很貼心的是 你看我們夏天很熱 對 我們如果飲料放在那邊 其實就很怕它 可能就不冰了吧 對 對 對 那我們就放進去 它裡面有風耶 好涼喔 真的 而且你看如果你 你已經結婚了 如果你還沒結婚 你要追女生 對 然後女生說我好渴 你就說自己打開自己拿 然後就覺得天啊 你好貼心喔 有彩蛋 對 你好貼心喔 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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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真的 就是這樣子很貼心 哇 好深喔 你看 很深 然後這個可以放一些小東西 小東西 對 真的很棒的一個設計吧 真的欸 好 這邊可以放在後面 對 這邊可以放在後面 對 這邊可以放在後面這樣子 這個很棒 真的很棒 真的 如果真的熱的時候 對 夏天熱的時候 你可以把水進去這樣 欸 這樣不好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開玩笑 對 不行 就是飲料啊 但是它放那個冷藏的東西 是非常棒的 對 很棒 對 很棒 由 Josh說小細節很講究 對 小細節我個人覺得是非常的講究 嗯 好 那我們前座的部分 其實看得差不多了 對 我們來看看後座的部分 後座 好 好 像你在做的時候我就發現啊 它其實 中央的那個容器的部分 我們講的那個 鞍部的部分 其實你看喔 它非常平整化 對 對 所以其實 所以坐中間的人不會不舒服 不會舒服 它的腳不會沒有地方放 而且 它也有中央的冷氣的出風口 對 這邊後面有冷氣 這個也是家庭必備的一個 一個配備 對 下面也有USB的充電 對 這邊 這邊都會幫大家 很貼心的設計 對 然後呢 三張獨立座椅呢 三張 對 這是非常值得強調的一個 好的一個設計 三張獨立的喔 而且它都可以前後 進行所謂的 滑椅的動作 比如說像這樣 前後可以進行這樣子的滑椅 大概有15公分的一個 Range 可以讓大家進行一個設定 你也可以 可以把這個座椅的後面呢 其實它可以這樣子倒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放東西的話呢 平整化它也是做得到的 例如 好 平整化呢 就是像這樣 喔 這邊可以放東西 對 其實可以放東西 就很平整化了 然後呢 兩邊呢 都有所謂的 ISOFIX的一個設計 嗯 這一個座椅 跟最右邊的那個座椅呢 都有ISOFIX的一個設計 所以你可以放兩張 兩張的那個 兒童安全座椅 兒童安全座椅 那怎麼說這三張 怎麼說好用呢 因為 就算你兩張放了 兒童安全座椅之後呢 媽媽坐在中間 其實也是非常OK的 對 對 因為 因為 它三張的獨立座椅 可以讓你進行左右的一個 前後的一個調整 嗯 那你坐起來呢 其實就會比較舒服 比較對 對 是真的 那我剛剛其實坐了一下 它這個座椅的 這個設計喔 真的就是以沙發 真的 的一個概念為出發點 所以其實我剛剛 我們坐過很多台車 因為我們常常在試輕車喔 坐過太多台車 不管是跑車 休旅車也好 敞篷車也好 都會在那個座椅的部分 都沒有像我這次 一坐進去之後 驚豔 這麼樣的有感覺 驚豔 對 對 真的 就是真的很像坐在家裡的沙發一樣 很舒服 你一坐進去你就覺得 欸 我一坐進來我就覺得 哇 真的好舒服 對 你這個大腿的部分還有屁股 其實都是非常的 感覺就是很放鬆啊 很舒服就對了 這種 我覺得啦 大家如果對 C5 Aircross這台車 有一點興趣 我覺得你可以去 如果時間允許 可以去展示今天好好的試坐一下 對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因為這種像沙發這種感覺 有時候 有時候你可能真的要親自體驗 我覺得它 我覺得它像沙發 但是它其實也像是 家裡獨立桶的那個床的 柔軟度 柔軟度 其實它的柔軟度就是這樣 所以是很舒服的 對 所以你如果想要寵愛家人 寵愛小孩的話呢 這個C5 Aircross 是你一個非常 非常棒的一個選擇 棒的一個選擇 因為再怎麼講 我們買車 就是除了家庭 應該說日常代步需求之外 有時候闔家出遊 當然一定會用到 對 那後座的一個乘坐的舒適性 不管是空間也好 安全也好 都是 我相信都是爸爸們 非常注重的一點 對 那如果呢 可以讓後座的家人 坐得很舒服的話 我相信 你開車也可以開得很開心 對不對 大家也會很開心 大家也會很開心 對 它竟然把這一個 半皮半布 這個織布的地方呢 它也坐到後面 這樣繞起來 它等於是從前面開始 延伸到後面的一個設計 對 它其實可以不用這樣做 你知道嗎 因為它其實做前半部就好 所以你就可以 剛剛我們Josh有提到說 每個細節都很講究 它為什麼要這樣子講究 它就是想要 營造一個就是 好啦 法式的設計浪漫美學 它就是這樣子的堅持 它覺得要做就做到位 要把它弄起來就弄到位 所以 這整張喔 都是皮革的設計 這邊也都是皮革 對 它整個都是幫你做到好 包含頭盞 這些都是 是 哇 這椅子真的很讚 這椅子真的 坐起來真的很舒服 都不想去前面開車子 都想坐在後面好好休息一下 對對對 好 我剛剛在開的時候啊 我們剛剛是發動引擎狀態 我覺得它的隔音效果做得很好 很好 非常好 對一般我們一些鋼鋼紙面引擎 可能會覺得噪音好像有點大 有點像柴油聲那種 呆呆呆呆的感覺 但其實我覺得它隔音效果做得非常好 其實我們現在鏡頭 再近一點可以看喔 它是休旅車定位 它把這個引擎的重心呢 做得比較下面 第一個就是 可以讓整個車輛的重心呢 獲得一個最好的也 平衡 你在開的時候呢 操控桿上面 你就會覺得低 低重心的車款 它在操控桿上面 一定會比高重心的 來得好上很多喔 那這個動力呢 其實是 1.6升的鋼內子噴 渦輪增壓引擎 那動力最大的馬力是180p 最大的扭力是25公斤米 整個已經非常夠用了 加上它現在配置的是八速所自排的變速箱 所以科技性整個機械結構的設計上面 其實都非常 都已經走在應該說主流的一個 主流的一個區塊裡面 法系車款在台灣並不是一個大宗 非常主流的一個車款 但是它的一個細節 還有配備 然後甚至機械結構上面 它也是跟上主流的這個趨勢 我在這邊再講一下 Citron C5 Aircross 它其實在整個抑壓懸吊的配置 它把它稱為 我們把它稱為 摩坦式的抑壓懸吊 它這個懸吊就是所謂 雙通道的一個油路 應該說它一個桶聲裡面 有點像是雙避震器的感覺 所以它基本上 雙桶聲的概念 雙桶聲的概念 它透過的那種抑壓 還有漸進式油道的分布呢 第一個航海輪胎經過了一些坑洞 碎石路面 顛簸不平的路面的時候 它就用避震器 還有那種所謂漸進式油道 把大部分的那種稅震 全部給抵消掉 所以你在車內坐的人 也會比較穩 就是感覺就是 好像跟平地沒什麼一樣 大家一定有經驗 比如說我們在開一些路段的時候 一定會有那種白色一條一條的減速波 一般車過去就 對 可是 如果你今天選擇的是C5L-Cross 你過去呢 可能就像平地一樣 它不會讓你車內的人 有這樣 不會咚咚咚咚的感覺 這個是那個抑壓懸吊 因為它是主動式的 即時的一個偵測 所以它會 依照路面的狀況 即時的反應你的一個 抑壓的一個控制 還有阻你的一個分配 對 現在你覺得這台車 你喜歡嗎 其實我覺得每次我們 直播賞車 我每一台車看的都很喜歡 但是我說真的 它的座椅真的是讓我真的是驚艷到 驚艷到對不對 因為它的那個柔軟度真的是 所以難怪說它說以家為出發點 是真的那個椅子的舒適度 就是真的像是你躺在家裡 躺在沙發上完全不想動的那個感覺 是吧 是啊 對 所以我覺得 你想要去觀察一台車或者是 我知道大家可能在選車的時候 都有很多的口袋的名單 嗯 那我為什麼很 很建議大家 如果 就是在網路上功課做好之後呢 喔 你要還是要到展間 對 十句的去摸一下 嗯 不然去做一下一下 去感受一下 其實蠻多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可以安排試乘 是最好的 對 走 你盡量 每天都會走的道路 然後你就會感受到 感受一下這台車在路上 之後 是不是 不管是整個油耗表現啊 動力表現 甚至你開起來的舒適度什麼的 對 你都可以馬上的就知道了 嗯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差不多來信心 我等一下開一趟 帶湘瑩繞一下 好 我們感受一下它這個 摩毯式的抑壓懸吊 PSC 有多少的厲害之處 好 OK 那我們今天直播廠商 告一段落囉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下次見 拜拜 拜拜